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蜗牛在景图,我是岛主 那最近有很多网友私信我呀,这个如何选拖滑房车呀,哪些注意事项等等,水路怎么选呢,稳定性的各个方面的啊 其实之前我零零散散的已经拍了很多期视频了,但是就是没有一个系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次呢,我就系统的给大家拍一下,然后并把它制成这个专辑啊,大概用5集的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这个拖滑房车怎么选 包括我之前啊,花了几十万这个血泥教训啊,这个走过的什么弯路也都分享给大家,那就大家呢,希望就是看到我的视频就不要再走岛主走过的弯路了 毕竟我的第一辆第二辆两辆车架起来也就有20多万了啊,所以说呢,用我的20多万的血泥教训给大家分享一下,我们选拖滑房车,那到底该怎么选 那这5期视频看完呢,想买拖滑房车的小伙伴,至少能给你省个十几万啊,这是不止的 那我们今天呢,就说第一期啊,然后每天播一期,5天播完 那今天第一期是啥呢,就是我们房车的底盘的选择,关于死亡摇摆啊,包括我们配重稳定性的一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,我之前是就是买过两个托滑房车的经历啊,都是不太不太好,所以说后期才换了这个203号啊 那为什么不太好呢,跟大家说一下,就之前也不懂啊,也是去车站啊,摸一摸,敲一敲,感觉外星不错,怕买了,买回去之后呢,当时开车就发现个问题啊,就是 当我在高速什么,每小时这个80公里,70公里的时候,有这个90,100,120,这个就是比我大概每小时快个二三十公里啊,这个这个速度的时候啊,然后呢超过我啊,大货车,大巴车超我的时候,我就感觉我这个后面是一晃,哎,屁股就抖一下 所以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说因为是不是车哪里的故障,你问厂家,厂家跟我回复是,拖挂房车都是这样的啊,你在高速的时候,大货车大巴车超你,你后面都会晃一下,没问题,你开就行了,那当时我也认为就是这样的,所以就开了,后来那个车因为是当时是,啊,相提这个,就是整个车里面环保的问题,所以说,开了几个月我就换了第二辆,第二辆环保还好,但是呢,也是存在这个问题,那我就没问厂家了,因为咱已经有经验了吗,以为,我已经玩过一辆车了,我已经玩过一辆车了吗, 那辆车就是,啊,后面晃一下,这辆车晃也正常,直到玩了将近一年的时间,有一次在高速上,在高速上还,我儿子还坐在后面,然后那个,在高速上发生了死亡摇摆啊,这个之前的视频都有,你们可以看一下,当时就是,开始呢,他是感觉是摇摆的,就是速度是挺快的,一下,两下,三下,四下,哎,就像我这么说的,一下,两下,三下,四下,可能一秒多钟,两秒钟一下这样的, 连续的,那第一下呢,我就感觉车,哎,晃一下,他这一晃的时候呢,我就,比如他往这边晃,我就轻微的往右打跺,他往右晃,我就轻微的往左打跺,也就是说,后面拖着挂车嘛,这边,后面一用力,你前面就跟着晃,对吧,但是 就是,一下,哎,两下,三下的时候,到三下,四下的时候,感觉已经不受控了,啊,因为我在减速嘛,就是点杀嘛,因为车速当时是开了100,我在点杀,那这个时候呢,突然感觉车不受控了呢,我也不知道哪,我脑子抽根筋啊,就哗给了一点地板油,就这么拉了一下子,哎,结果这么一拉一下还好,拉吧,他拉直了,你知道吧,啊,拉直,拉直了就,他就不晃了,啊,那个晃就消失了, 然后慢慢的靠右,靠右降到了每小时60公里,啊,然后呢,就一直开到服务区,啊,检查配重啊,检查什么东西的,那从那以后呢,回来又研究了一下,就把那个车又换掉了,啊,最后呢,因为我第一辆车第二辆车都是自主底盘,那我第三辆车想到不要想啊,因为本身那个我在,就是,国外也会发一些视频啊,然后呢,遇到了很多华人的这个网友啊,华人的车友啊,他们跟我分享,具体怎么回事啊,那开始呢,就是从底盘,啊,一直到配重, 帮我分析了一下,所以说我的第三辆房子,坚决选的就是原装,德国进口的,就叫埃克地盘,啊,这是毋勇置疑的,啊,因为毕竟人家玩了一百多年的东西了,那很多,也有人说,这个保护鞋厂家说,埃克地盘可能比较软呢,不适合中国的道路啊,但是我们选的是什么呢,是这个公路拖挂,只要我们不去越野,啊,正常在公路上跑,拖拖的没问题,但是你要去越野,你一定要选那种,就是,呃,越野双梁啊,这个架浮梁那种的, 然后呢,是独立悬挂的这种,啊,公路拖挂呢,那还是,我还是选那种埃克,啊,相对去上高速啊,或者是高速行驶的时候啊,稳定性要好一点,那还有一个什么呢,就是我们的这个,呃,水箱的安装位置,啊,包括我们车内的平常那些储物的地方,都直接影响到它的稳定性,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,就是它水箱的位置,啊,所以说我这个车的水箱放哪里呢,放在这个,呃,车轴的上面,车厢的底部,哎,就是你这是, 是云台轴,上面就是个水箱,横在车内的,120层的一个清水箱,那这有什么好处呢,这就是像不倒翁一样,啊,不倒翁一样,就是说你这个底下,它重也好,轻也好,尤其你重了,你的车更稳了,像我的第一辆车,我记得我的水箱是在这边,啊,就在这边的这个,也是,下面也是个卡座,坐在下面,第二辆车的水箱是在这边,啊,这边的卡座下面,那这种的,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,就是,你不装 你装上水,你肯定是一个配重,你装上水,肯定就是另外一个配重,所以说它影响你的稳定性,那这个我感觉还是,尤为重要的啊,所以说第三辆车选完之后啊,啊,也就是,这个是萌萌的车啊,啊,算是我的第四辆,这段时间我在玩,也是同款的,就是布局不一样啊,呃,型号都是一样的,那这辆车呢,就是在高速上啊,跑的时候呢,每小时能达到这个80公里啊,或者是你70公里,有大货车,大巴车抄你的时候, 啊,它是一点不摆不晃的,你知道吗,其实死亡摇摆,它也不是说很容易发生了,这个大家也不用怕,它我感觉啊,它是有多种原因发生,像我之前那个发生就是,哎,一个是车内的配重,啊,配重没弄好,啊,二一个是稳定性,那车本身它那个自主大量的稳定性就差一点,这里再差一句啊,你看这种进口的底盘可能叫一万多,那自主的这种底盘啊,汗汗的,不到一千块钱就可以搞得定,啊,不到一千块钱,所以说它差别的价格是非常大的啊, 那发生死亡摇摆呢,也是多种原因造成,像之前我也说过,我之前发生死亡摇摆呢,就是因为这个,呃,一个是这个配重的不好,二一个是底盘的一些设计的缺陷,啊,还有一个呢,就整个车体的稳定性,包括当时的一个速度啊,呃,横峰,还有一个下坡,啊,下坡你要减速,当你减速的时候,如果你路由不平,在有横峰的时候,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死亡摇摆,所以对我们这个驾驶技术啊,是吧,还是要一定的掌握的, 一个好的房车啊,它的一个水箱的位置的配重,包括它电池在哪里,包括它的空调,所有重量,就是说车里相对重一点的东西的一个安装位置,哎,都影响到它整个车的一个行驶的一个稳定,它不是我们脑子想想的,就装哪边就可以了,你包括你看,你这边有门,你这边有遮阳棚,啊,那你的电池和你的运气可能相对就要装到另外一面,啊,等等,等等,它整个你左右啊, 各方面都要平衡的,而且你要称重的,是吧,那下力多少,那左右轮的吃重多少,不能左边我说,是吧,500公斤,右门干到800公斤,你明显你车就是一个天沉的状态,你行驶起来,是吧,那咋能不出问题,所以说,这个稳定性来说,你像我这个车,每小时行驶七八十公里,大货车大挖车超,啊,不摆,不晃,非常稳定, 它就得益于它的一个底盘,爱柯的一个德国进口的底盘,得益于它水箱的位置,得益于它整个平衡的一个设计,才能达到这样,好了,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,下期视频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个,呃,拖挂房车的箱体,啊,该怎么选,关注啊,要解更多房车生活, 啊,要解更多房车的箱体,赞讯啊,要解更多房车,难养啊,要解更多房车的箱体,如果我是你可忧定的箱体,是否您要解决的箱体是否判不知的主题是否可能更多了, 或者有些这个游客,转发进苍而起来,所以我们能证明自己想要坐在这里,然后再回忽说点击的箱体,在这些地方,哦,我们要温 centers的箱体